我们来讲一下 舵机的原理 马达的舵机他的转动是属于机械动作 那么所以使用上你要去注意 因为机械动作他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转到定位 他需要时间转到定位 然后你在写QBlock的程式的时候 那个程式在 机板里面跑的是电子讯号 的传输 这个讯号的传输呢 电的速度等同光速 那所以这些电子讯号传输在 机板里面是非常的快 这跟你的 机板上面的时音震荡器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你的CPU能处理多快 他就能跑多快 所以这两个的速度是差了十万八千零 那 当两个东西速度差别很大 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很多问题 第一个 如果你的指令下的太快 他 来不及处理 会有什么状况 如果你们看过那个 影片或连续剧 阿兵哥 班长要虐待那个阿兵哥 叫他向左转向右转 然后越念越快 那个阿兵哥来不及转 就会怎样 要么就是转错 要么就 干脆不转 不然就是 慢慢转 等到 指令下 比如说下了十个指令 然后他就从前面到后面 慢慢去把它全部做完 所以你会发现当两者速度不一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 第一个 可能会乱转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分辨哪一个是前面哪一个是后面的指令 会错乱 然后第2个是他会把 已经下过的命令 照顺序从 前面开始做 做到后面做完 才会继续接受命令 所以如果你的脑容量 有限 你只能记10个命令 那你就会把这10个做完 你才会继续接下面的命令 那所以在 班长的眼里看起来呢 你可能是属于 当机的状态 然后跟他讲的指令是搭不上 那第3个呢 可能就是不继续接受 命令 就是在做完之前不接受 不继续接受新的命令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我们在实际运作的时候要注意的 所以你在下指令的时候要留意 有没有等待时间 或者是说 他 执行完了没 执行完了没 你才可以下另外一个指令 那当然如果有好一点的话那个 陈氏基木他里面已经帮我们写好等待时间 所以他可以做完整的指令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马达 托基他是 他需要比较大的 启动电流 就是他从禁止到要开始动的那一刹那 你刚接上电的那一刹那 那事实上会需要很大的电流量 那 你就要考虑你的 Q-NOW板子 能不能撑得住这个电流 如果撑不住这个电流 在接上去的那一刹那就会断电当机 重开 那如果撑得住 那还要看后续在转动的时候 那个每次在转的时候需要的电流量有多大 那如果刚好在 边缘呢 假设这个 Q-NOW可以供应200mAh 那你的 马达如果刚好也是吃200mAh 那就要看运气 对不对 好 所以电流量够不够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 那通常如果我们 加马达 在使用Arduino再加 直流马达 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会把 马达的电另外接 另外接 但是这个舵机他因为 会比较小而且 刚好在差不多在供电的范围 里面 那所以我们接一颗舵机的时候 原则上是应该是可以 不用再另外接电源 那除非你遇到那个制作品质比较差的 他会吃更大的电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你 动作不正常 那时候你再考虑外加电源 或者是做 实体作品需要比较稳定的时候就一定要外加电源 所以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时间差的问题 一个是 大电流的问题 这两个你在做作品的时候都必须要 仔细的考量一下 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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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满